這裡講的 老病死是由生而來 所以生是苦 生是苦根 老病死像枝葉花果一樣 這個是從根芽到結果都是苦的 所以這裡的生苦 不是出生的苦 而是生命的苦 因為有生命 因為有生所以有老病死 那在總結來講 因為有五孕 所以有生老病死 就變成是這樣 如果是導師的這樣的說法就變成 因為五孕 五孕就是生心 剛才有講 因為五孕 五孕就有生 那生就一定有老病死 那從這個生伴隨而來的 那應該是這樣 就是從這個生而來的 那他說一個是老病死 他是根 因為有生 所以就有什麼 就驗證慧艾比喊尼丘畢德 就人事上 就有生命 驗證慧 有生存上的驗證慧 艾比喊尼丘畢畢德 這是心理上的 這是心理上的 導師自己也畫了一個圖 這我們來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五孕 五孕刺身 因為有生 所以有老病死 他說他這個是根 這個是 牙 果 滋 好 所以 他說 我們對外物 對社會 對身心的關係中 分別為七種苦 七苦 如推就起來 這些苦 總是有以五孕俱容有 就五孕刺身 五孕是五類 五聚 聚就是聚聚 五種聚聚 不同的世術 就是不同的要素 不同的元素 也就是我們身心的總和 這五孕刺身 存在著一種一切苦痛的真心 老子也這麼講 虎有大患 唯無有這個身 我們之所謂受苦 是因為我們有這個身體 老子也這麼講 對外物 對社會 對身心 就不能免於上面所有的七苦 對外物就是求不得苦 對社會 就是怨政會愛別人 對身心就是老病死 就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所以有一切問題 一切苦惱 並不是別的 只是因為有了這個五孕 但是有五孕為什麼就苦呢 因為五孕刺身 他生命生命 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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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曲韻是苦老的總體 與前面個別的七苦 合稱為八苦 我們來看 導實畫的這個圖是 吳曲韻苦 就是這個五孕 生心 对外物 对社会 对身心 所引起的就生老病死 但是他认为生是一个根本 有老 有病 有死 出生了之后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 很难免的 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有所谓的人跟人的关系 跟人跟物的关系 人一定要有东西 比如说你要有衣服穿 要有饭吃 要有水喝 没办法 生存的本身 生命的本身就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去追求 那没办法 那现在我们是因为用钱来买这些东西 来获得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才需要赚钱 那以前没有这种钱这种概念 它是以物易物的 不一定 我种番茄去跟你换米 我用米去跟你换衣服 换布 反正类似像这样 那现在是因为用钱来换 用钱来买 所以就变成主要是赚钱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需要这些东西 叫做必需品 必需品之后就变成再满奢侈品 那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都是因为生命的本身需要 那生命本身就有所谓的社会关系 就是第一个是先基本的 又要需要一些东西 第二个是生命跟生命之间 求不得它是有一些是当然 当然是基本的 但是有一些像名誉官位 或是有一些它也不一定是生命基本的 那这个是比较属于类似像另外的 但是就是求不得 是物易里面的设身相位 基本上是感官的满足或需要 那另外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爱别离 怨政未来 其他的就是生命本身的 这个老病 死的问题 好 这个是讲到这个苦 他说每一类同类相聚 讲到这个 所谓无运者色受想行事 取是处处处 懒着不能离 开始讲这个无运 那什么是无运 上文所说的无运是五类不同的世俗 同类相聚 每一类都包括了很多的世俗 所以叫做运 运就是聚集的意思 佛说到苦地 每约无运来说 经中成说 无运像五个拔刀的枝 阿安静里面的 五拔刀枝 这正是使众生苦迫而无法脱逃魔躯的东西 这色受想行事 无运到底是哪五类呢 是色受想行事 第一个 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 色运 色的定义是变爱 可爱 这个爱是障碍的爱 又可分 它其实就是物质性的 一般叫做止爱 它说就是有体积而占的空间的 就是有止爱 那色法里面有一些是 像生命 它有可能就是 不可 就是好像不占空间的 但是它也是有止爱 那 那说有止爱就是可分析的 可破坏的 这就是现在说的物质 那这个是色 但从物质升起的能力 佛法也称之为色 虽然所说能力化的色 只善恶行为的潜能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业力 业力 业力有时候它被归位到色法里面 就是什么 就是无表色 就把业力 像戒体有些也被看作是色法 业力被看作是色法 但是它不占空间 它就变成只是一种能力 一种潜能 善恶行为 善恶行为就是善业恶业 善业会有善报 恶业会有恶报 这种叫做业报 这个叫做善恶行为的潜能 所以它说这个是能力化的色 看起来怪怪的 其实它就是讲 它运藏有一些能力 潜能 这个是色法 这与现代所说的能 也有类似的鉴定 这个是后来不拍佛教里面 强调有一种无表色 第二个 受运 一般的设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物质 就是物质 后来有讲这个叫做表色 后来就是可以显示的 有障碍 占空间的 这业力不占空间 业力哪有占空间 它也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这个是表色无表色 所以后来导师这里讲能力化的色 第二个是受运 受的定义是领 在内心触对境界时领受在心 引起内心的情感 感到或苦或弱的叫做受 它说受就是内心的情绪作用 一般来讲最早讲是苦跟热 苦受热受 最早只是讲苦受热受 后来又多了一个叫做舍受 后来又多两个叫做喜受跟忧受 受原来就是苦跟热 主要是这两个 就是苦跟热 我们面对境界产生 这个是心法 受想形式都是心法 受想形式 都是心 这个都是心 这个是生 生跟心 五义里面它都是生心结构 那有时候又把这三个叫做心所 把这三个叫做心所 又要做心 又要做心 那变成心心所 有时候就这样分了 那受主要就是苦跟热 那有一些东西不苦不热 所以叫做舍 不苦不热就是舍 舍受 就是不苦不热受 后来这个布派里面又把多两个 这苦热就加一个喜忧 苦热喜忧受就变成五寿 大概是这样 就是寿一般来讲都是苦热的 三寿就是苦热受 五寿就是苦乐喜忧受 没有啦 顶多就这五个而已 那就是我们讲他讲情绪 老师这里说情绪作用 那是心所的一部分 另外想这个想 想就是像 其实就是像 想的定义是取向 就是认识作用 但是这个认识作用 跟后面的事故一样 我们等下来讲 在认识境界值 内心就摄取镜像 献取表象作用 再加构想 人想 联想等 成为概念 一种概念 你说我们看到这个花 看到这个花 我们第一个眼看到花 花 眼睛看到 然后进去里面 我们有一个花的印象 我们就有一个花的印象 这个就是想 我们看到花 有一个花的印象 那这个所以它叫做表象作用 然后再加构想 联想 成为概念 依此而暗利种种的语言跟文字 这个是想 行 行 行稍微复杂一点 新手有非常多 像51个新手 除了受跟想之外 其余所有的心理作用都在行里面 除了受跟想 我们讲新手就这个了 但是新手到底有几个就每个讲的不一样 像这个南床有讲一百多个 那北床有讲五十几个 那不一样 每一个人到底觉得我们的心到底有哪些作用 归纳的不太一样 这个受跟想是新手 还有一个行 那顶多就三个而已 其他的都在行里面 所以只要不是想跟受新手 其他都归到行新手里面 那行新手是以私新手为主 他是王啦 私新手为主 那私新手不要有三个 以私新手为主 不是私新手而已 其他全部的心理作用 这个是情绪作用 这个是认识作用 其他的所有心的作用 都在这个行新手里面 那以这个为主 以这个为主 不是只有这个 以这个为主 那审律 他导致说这个叫做意志作用 其实就是决定 在决定一片东西的时候 审律 决定 動发 沈律师决定师 动发师 动发之后就是什么 动发生口 动发就是指动发生口 要称赞人 要骂人 要打人 要救人 开始形成夜 就开始形成夜 actually 这样 就是动发生口 再还没有造作 所以有时候喜乐到造作 神口義造作善業惡業 前面的那個動作 這一些心理作用 現在這個都是心理作用 之後就有造作 所以行 行 無名言行 那我們說過無名言行的行 諸行無常的行 跟古韻色座場形式的行 有一點不太一樣 他說這個是意識作用 所以我們來看 他說行的定義是造作 在對勁而引起內心思 心就採取行動來對付 如經過心思的省慾 決斷 有時候講決定 決斷 動發 發動 其實一樣 發動為身體的預言的行動 你說這我看到很漂亮 我好漂亮 我要栽回去 就去把它栽了 拿回去 那個就是還沒栽之前 那個都是行心手 動發生活我把它栽回去 那是因為省慾決定動發 導致這裡叫省慾決斷發動 為身體的預言的行動 行本是思心手 是推動內心去造作的心理作用 它是意識作用 意識作用 所以一個是情緒作用 一個是認識作用 一個是意識作用 第五 都是指心 認識心 凡是以意識為中心的活動 所有一切複雜的心理作用 除了受想以外 一切都總括在行運裡面 所以行運是最複雜的 最多的 所有的心手都是行心手 除了受跟想 第五個 視 視的定義是了別 就是分別 認識之後加於分別 明了識別 清楚的識別 我們的內心原因是非常複雜的 把不同的心理作用分析起來 如受想思 叫作心手 我們叫受想行 那這裡叫受想思 因為思就是行 就是行心手主要是思 所以叫受想思 而那內心的統一作用 叫做心 所以心是思 受想行或受想思 叫心手 所以叫做心心手 此心 從認識境界的明了 識別來說 叫做識 所以識是能識的統決 統一的 統一這個敬文學是 識是物質的 受想行是精神的 容為在生死中的眾生 就是這五運 我們自所自以為是我或是我的 叫作我所 我跟我所 以為是我或我的 其實都離不了這五運 不外乎身心的活動 物質與精神而有 那麼有些 比如說我們講 色受想行 色 色 比如說 比如說這朵花 很漂亮的花 這個是色 那也有不漂亮的花 很醜的花 就是色 可愛 不可愛 那麼 受 我看到這朵花 感覺很好 很歡喜 這個就是受 看到這朵花 感覺很歡喜 我看到這朵花很討厭 我不喜歡 這個就苦受 那麼 想 我看到這朵花 就花的印象馬上在我的腦海裡面 有一個表象 有一個像 花的印象 或是好跟不好 就夾雜在裡面 反正就是 它就是一個取向 就花的像 印象 這是花 這是什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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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想 就是 這是美麗的花 這是醜陋的花 這是芬芳的花 行 心裡面就是想 這朵花這麼漂亮 我要去把它摘回家 我要去把它買回家 我要種一盆這樣的花 你想 它就有這種 它就有這種作用 就審立決定 這朵花太漂亮了 我從沒有看過 我要把它買回家 我家裡要種一盆 我要把它摘回家 那是像這樣 這朵花 很討厭 等一下 沒有人看到 我要把它丟掉 就像這樣 反正就是 它有一種造作 不管是造作好的 不好的 就審立決定共發 那沒多久 你就去買花 我去把花丟掉了 是 就是非常深刻的認知 或是你講無知的質詢 那麼這個是 它這裡都明了 其實就是心 心 那心怎麼看待這些話 統決這些受想心 那這個是你對於你這個前面 比如很多可愛的花 我很喜歡 買一本回家種 那這個由這個心來掌控 那麼你很清楚的 或是你很深刻的認識到你的感受 你的印象 你的意志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就是你的這個情緒 那你的認識 你的意志 其實都是這個心在作用 那這些叫做心所 所以色色想行事 好 眾生的五運叫無取運 為什麼叫無取運呢 因為從過去的取 煩惱而遭感 所以我們叫什麼 愛取有 無明原行 然後從無明 然後行 後面有十二元舉 四名聲 愛取有 這個有 這個有就是什麼 未來的潛在 未來的五運 未來的五運聲 就是未來生命的潛在 我們說過 未來生命的潛在 已經就累積這個有了 那是因為有愛 有取 有無明 有愛 然後取 所以它長的是這個取 所以叫做無取運 那我們現在這個身心 也是有過去的愛跟取 無明跟愛這樣來的 所以叫做 現在這個身心是無取運 但是這個無取運 當下又在愛取未來的身心 所以就是因愛 因取 而取就是直取 直取種種的境界 然後又造種種的業 然後又造感未來的五運身心 其實是不同的身心 依你的善惡業 所以它講 由於取煩惱的妄想直著 取就是直著 因為貪愛而直著 因為愚痴而直著 就是無明貪愛 所以又苦上加苦 它是因為過去的取煩惱而遭感來 從取煩惱而生 本質上已免不了苦痛 現在有了這無取運 由於取煩惱的妄想直著 所以又苦上加苦 佛說有四四諸法門 我們的取世跟煩惱相應的事 無明相應的 是不能沒有境界的 它說取世的境界 不外乎世世 物質的色 情緒的受 認識的想跟造作的失 色受想失 就是我們這個心 它叫做四四諸 四四諸 佛法有一個名詞叫四四諸 另外有一個名詞叫七四諸 那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這個四四諸是四種 四種四所諸的 它是這樣 受 想 行 這個是行跟色 就色受想行 應該這樣寫 色受想行 寫起色好了 色受想行 這個是心手 這個是生 這個是生 那這個視 視依這個兒子 依這四個 視取這個依這個兒子 就是視依附在色受想行 取這個人 所以叫做四四諸 那如果是七四諸就不是 它是四種視所諸 七四諸是七種視 就是意思 就是七類的 可以講七類的友情 那跟這個 跟這個只是五蘊裡面 這個把五蘊 四四四諸是七類的友情 是不一樣的 四所愛住 那四四諸跟七四諸的這個觀念不一樣 所以四四諸跟七四諸的這個觀念不一樣 大家稍微分別一下 他說這個取視的境界 就是我們的取視就是我們的心 這就是意識 這就是意識 我們的心 那不外乎 視就是 這一個 視見是色受想行 就是照做的視 就是取視在這一些物質或精神的對象下 一直是處處處著 就只取心 只取這個身體 只取這個感受 有一種意志 有一種印象 這一種 這個我們就認為 就一直依住著這個東西 看作是 所說一直是處處處著 看作是可取可得可助可著的 取得著著都表示取視 這個取視就是心 就是意識 與對象的懶著 是取著這個東西 像交期的黏著一樣 不能脫離 視對境界有了懶著 那境界的每一個變動都會引起內心的關切 不能自主的禍苦禍樂 當然是免不了苦痛 然後他舉個例子 樹上的葉子落下了 你可能並無反應 就阿安靜裡面也會講這個 他說 我們先來看 那是因為你沒有看作是以自己有關的 但是你的東西變人家來了 你會痛苦 你會煩惱 你會不高興 但是 佛德就講這個 起眼睛這裡面的這些樹 被人家拿了 你也沒關係 樹葉掉下來 你也沒關係 跟你沒關係 你頭髮掉下來 那你就稍微可能會有一點點苦惱 你的東西掉了 你會有點苦惱 樹葉掉了你不會 這個不是你家的 你人家被人家拿走了 你也不會感到怎麼樣 所以 那是因為沒有看作是以自己有關的 如心愛的人 心愛的權威 財富 尤其是最關切的自己的生存 受到威脅或瀕臨死亡的邊緣 那就會感到無比的痛苦 所以這五運刺勝 五曲運 因為你懶著他 你看作是自己的 看作是自己或自己的 好 那這個就講到所謂說人要死之前 如果你執著這個身心 那麼稍微人家碰你一下 割你一下 你就會痛苦得不得了 你還執著多 雖然你已經死了 但是你還執著這個身體 你就會痛苦 就好像說 像有一些人 不是他的身體 但是是他的東西 或者是他的土地 被人家侵占 然後是他的 他也會很痛苦 很煎熬 也會 又不是割他的肉 但是比割他的肉還痛苦 像這種心 如果說 我們如果執著不管執著什麼 那種東西喪失 那麼你就會痛苦 假設你非常的執著你的身體 你一直以來都非常執著 看作是你的 那麼自帶要奔離的時候 你會很痛苦 人家稍微碰到你 或是處理不如你的意 你也會很痛苦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樣訓練自己 就是盡量從無常 盡量從無我 從無常觀察 其實是無我 就是說你漸漸捨離對這個身心的質取 對境界的質取 要先從我所開始訓練 就是我所擁有的東西 其實或是因緣合合而有的東西 那麼我們擁有就擁有 沒有就沒有 不要太執著 從這裡開始 慢慢訓練 慢慢訓練 對身外之物 要先對身外之物不執取 如果你身外之物都很執取 那你對你自己肯定也很執取 那一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要先對身外之物不執取 慢慢慢慢訓練到 對這個身心都不執取 那才有辦法 就是很安詳地面對一切境界 很冷靜地面對境界 很有智慧地處理一切事物 其實參與過這樣 甚至就是當你四大奔擬 你命中的時候 你一點痛苦都不會 即使人家來割你的肉 你也不會有痛苦 那要不然不用人家割 當然聽到說人家要來割你的肉 你就開始痛苦了 其實你這個身體都不是你的 你都做不了准了 你還是會懂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他說 因為你染著他 看作是自己或是自己的 取勢的對境染著 正像現身與網絡 驚奇從中一樣 就動則得救了 你現在那個情景裡面 你稍微一動 都會被刺刺到 很痛 但是又不能不動 又不能動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動則得救 總之 事是能著著的 色受想行 是所著著的 就這個事 依著這個色受想行 那麼我的心 依著我的感受 你要注意我的感受 你要關照我的情緒 你都不關心我 類似像這樣 類似像這樣的就是慢慢慢慢 那個我就痛苦了 就取著為這些 著著為這些 所以色受想行 是所著著的 總和為五義 就是一切苦痛的總和 大概兩道苦 我們會覺得苦就苦而已 不是 苦也有很大的學問 苦的根源到底是怎麼 你如果沒有去了解苦的根源 苦怎麼樣生起 苦的形式是什麼 形態是什麼 它的作用是什麼 你怎麼能夠離苦 那這個是五運 五運之外 我們講到我們的生命 基本上從五運六處六界去講 叫做運處界 五運講完就講六處 五運主要是身心 身心的反運 身心的反運 六界重在心跟靜 心跟靜 那我們來看 他說 此父有六處 取靜而生事 眾生的身心 身體就是苦惱的總聚 除了五運的開示之外 佛又有六處說 他講 等一下講 六十二界 六界說 六十二處 六界說十八戒 所以我們再來說 先來看這裡 他說 所以此苦惱 富由六處來開示 六處是什麼 言耳鼻則生意 那六處有分內六處跟外六處 主要是講內六處 六處如果沒有特別講 就是講內六處 內六處就是 因為它就是講我們的身心 那身心從生理上分析 那麼就是言耳鼻則生意 那個是從心理上 重心理的分析 就是什麼 色瘦祥形式 重物理的分析 就是地水往往空式 其實是這樣 那身理就是感官的 配通在感官 我們的感官 我們有五官 言耳鼻則生 第六感叫做意識 那就是有六種感官 那這個有五種是色法 言耳鼻則生 所以六處是內六處 眼處 耳處 鼻處 舌處 生處 意處 六處又叫做六根 都是生長的意思 那六處是身心自體的另外一種分裂 說明而由此六根門 攝取境界 發生了了別的事 所以根層 境界就是層 這個 根層 何層 何層 生世 我們的眼睛 比如說 我們的眼睛看到這一朵花 眼睛是眼根 花是色塵 耳朵聽到的聲音 耳朵是耳根 聲音是深塵 我们嘴巴喝这个水 这个是舌根 这个水是舌法 颜耳鼻舌身 这个水的味道 那个是味 颜耳鼻舌身对舌身相畏促 这个基本上叫做根跟层 层又叫做近 所以六根对六层 就产生了什么 六四 眼睛对到这个花 我的心就依这个生眼事就分别 这是花 这是漂亮的花 这是很多朵花 就开始有这个眼事 所以叫做根层合合生事 意思是这样 这里讲就是 由此六根摄取境界 我们由眼睛来做例子 由这个眼根摄取这个花境界 发生了了点的事 我知道 眼睛看到 这是一朵花 有了点的事 其实是这样 这是很多朵花 一盆花 不是一朵花 一盆花 那么六处是认识活动必经的门户 就是你一定要经过六根你的心才有 如果你眼睛没有没有眼根 你看不到花 看不到花你怎么会想这是一盆花 不可能吧 如果你耳朵听不到 声音你不会说现在在讲什么 你不会听不到 听不到你怎么会说这个是谁的声音 这个是我爸爸这个是我妈 不会这样 你鼻子闻不到 鼻根坏掉了 或是这个没有这个鼻根的功用 那你也不会说这个是香的 这个是臭的 不会生起这种了别 没有这种分别 比如说虾子 虾子没有看到 或是你是射盲的 它看到的不一样 那你是射盲的 你是看到的花 蜜蜂看到的花 跟我们看到的花又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因为它的眼根不一样 有眼根跟没有眼根就不一样 那所以这个是 必须透过这种眼根的认识活动的必经门户 就是你必须透过这个颜耳鼻舌声 才心才有办法去认识这个境界 就是根层合而生事就是这样来的 就会引起 生起这个认识 通过这六根门 才能发生认识 如颜耳鼻舌声是物质的 是能见色纹身 秀香场位 绝处 这个声就碰到这个玻璃是冷的 这个是玻璃 这个木头硬的 暖啊 硬啊 冷啊 热啊 粗啊 细啊 这感觉 这个是深处 所以叫做绝处 那基本上是深处 就是设身相畏处 那我的生理观人 就是比较生理性的 佛说是极为妙的设法 所以应该是神心 亦是能知一切法的心理观人 心事的源泉 众生的认识是不能离开六处而成立的 没有六根 你就不会有六四 没有眼睛 你不会分别青黄赤白 长远方短 大跟小 这个都是要从眼睛认识 没有声 没有耳根 你不会认识 大声小声 男声女声 狗声 狗叫的声 猫叫的声 鸟叫的声 你没有办法分别这些 那一样也有鼻则声 分别这个色声相畏处 所以他说众生认识 但是他的心里面对这些切法的认识 不能离开六根就是六处而成立 六根叫做内六处 六根所面对的境界叫做外六处 内外加起来叫做十二处 其实是这样 六根能摄取六种境界 就是摄身相畏处 从六根门而摄取六境就能发生六四 就是眼是耳是鼻是舌是生是意是 那六根六乘六四加起来就是十八件 那内六处外六处加起来就是十二处 所以六处十二处十八件 那后面就讲到六四是一六根而发生的 其实就是一六根然后取这个六径 那么才发生的 所以他说六根是真上圆 那伊导师的解释这里讲到两个概念 一个叫真上圆 一个叫做守圆圆 我们先把他这个讲完 六径他说六根是真上圆 也是圆六径而发生的 六径是所圆圆 那这个一般来讲 他讲四圆 就是阴圆等无间圆 所圆圆跟真上圆 讲这四种圆 我们讲四圆 后来讲多了等到十圆 一般是 像大致的论也是讲四圆 因圆 第一个是因圆 我們講園區園 園區園 等無間園 等無間園只針對清清所合園 就是一念 叉那生 叉那面 叉那生 叉那面 這中間 念念下去 等無間園 那英園很簡單 就直接的因果關係 種瓜得瓜 種豆有豆 種小米得小米 種花生得花生 花生的種子長出很多花生出來 蘋果種子長出蘋果樹結出很多蘋果 這也知道因園 直接因園 等無間園 另外就是這裡講的所園園 還有一個真上園 所園 就是對這個進 生起的因 就好像四 眼根 對這個 四要一 眼根 才能對這個進 然後這個叫做所園園 真上園 真上園就是凡是一切能夠讓你生起這個作用 或是不障礙你生起作用的 都叫做自上園 這個大自動人就叫做因園 等無間園 這個叫做次地園 大自動人導致這個叫做 有時候叫做次地園 次地園 然後這個叫做所園 基本上是這樣 這四種園 那導師也有做一個解釋 他說什麼叫做所園園呢 他說心心所生起 必定有他的所園進 那這所園進能為心心所生起之園 就叫做所園園 所園就是進 它所園的 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六進是所園園 就是四的所園園 六進是六四的所園園 六根是六四的正上園 是這樣 就是六進是六四的所園園 六根是六四的正上園 因為根與進對了別的四來說 都有生長的作用 所以也可以總和六根六進為十二處 不過從眾生的身心 自體來說 精中大不多 著重眼等六處 六處為根本 這才取六進而生六四 所以根層 一般說根層 層就是進 根層合合生四 根層是合合生處 一般都會這麼說 根就是六根 層就是層進 就是色身相位處法 層就是進 六根又叫做六處 六層就是六進 根層合合生四 就引發六四 眼睛要看到花 你才會知道 意識才會一起分別 耳朵要聽到聲音 你才會說 有救護車過去 然後是不是有這個 有救護車過去 所以你會想到有車禍 有消防車過去 有火災 你才會引發認識 所以根層六四 他說因為這個 依這個圓這個 所以這個是這個的所圓圓 這個是依這個而生長 所以這個是這個的增上圓 是這麼說的 根層合合生四 根層是合合生處 就會有種種的反應 這個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六處為根本 取六進生六四 等到六四起來 不但是了別進見 而且是煩惱相應 取著進見 有兩種 我們剛才講 根層 他剛才講的就是六根六成 他生六四 那四了別 開始了別 他說起煩惱 但是也有一種不起煩惱的 因為佛也有眼睛 舉個例來講 佛也有眼睛 佛也看得到 好看得到東西 跟我們看到東西 比如說這一盆花 佛眼睛跟我們眼睛共人一樣 他看到的花是一樣的 他的認識也是一樣的 這是一朵花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這就是一尊佛像 這句是佛像 不同的人看到有不同的心理狀態 可是眼睛是一樣的 佛像是一樣的 就是今天我們是佛教頭 我們看到這個佛像 會很恭敬他 然後會頂禮他 然後如果是佛教頭 基督教頭來講 這是佛像 就拿去丟掉了 他就很生氣 不能丟掉他也很生氣 那如果是一般的人 他也沒有喜歡 也沒有不喜歡 你看 同樣的東西 但是跟成是一樣的 但是反應就不一樣 反應就不一樣 比如說好提伯達多 這個阿南看到提伯達多 覺得很愛他的哥哥 但有一些人看到提伯達多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傷害佛陀 但是佛陀看到提伯達多 他也不特別愛 也不特別生氣 所以跟成是何而生 這個跟是一樣的 成境界是一樣的 眼跟是一樣的 瞭別的作用是一樣的 但是跟成是何而生畜 反應不一樣 有兩種 那這裡主要是說凡夫 凡夫都是煩惱相應 他這裡講 這個瞭別境界 而且是煩惱相應 取濁境界 取濁境界 這個自身身體就陷在苦中 這個是指凡夫 愚痴凡夫 如果是聖弟子 聖弟子 或是有智慧的 他就說 前面這裡 老師講的 他有兩種反應 一種叫做無明相應處 無明相應 無明相應就是 老師這裡講的 煩惱 取濁 無明跟貪安 就無明相應 那一種就是明相應 是智慧的 像聖弟子 阿羅漢無常無我 他面對一切境界 他看到了 感受到的 佛陀人家也罵他 但是人家罵我 我們耳朵 聽到你罵我 我知道你在罵我 這個就是跟人事 我知道你是在罵我 我非常生氣 我把你罵回去 那個叫做無明相應 就是煩惱取濁 但是佛陀不會 明相應 智慧相應 慈悲相應 慈悲相應 明相應 所以有這兩種 那現在講的就是 生死苦痛 是因為這一種 長到這裡 好 所以自身的身體 就在苦痛的深淵 好 那我們時間到 那這個下次再上一次 1月6號上課之後 然後我們就放寒假了 因為要過年了 然後選舉過年 然後到2月10號 就是到農曆元宵 就是初五以後 過年初五以後 2月10號才開始上課 先跟大家講一下 好 大家合展回向 願以此功德 苦極於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乘佛道